外籍男女勾结本地人 在娱乐场所兜售包括摇头丸在内的各种软性毒品 但是还是逃不过槟城警方的法眼 在日前展开连串逮捕行动 倒破了两个贩毒集团 警方在两项行动中总够起货了超过27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并且将9名毒贩逮捕归案 槟州总警长拿督苏海利 昨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第一项逮捕行动是在上个星期二转开 一名本地男子和外籍女子落网之后 警方从两人的身上 起货了613克的MDMA摇头丸 100颗五载以及30颗爱他死等毒品 警方接着又根据他们的口供 再到亚裔弹逮捕了另外两名男女嫌犯 这次起货的爱他死多达490颗 加上冰毒在内的其他毒品 市值高达11万令吉以上 另一方面警方也在巴东浦的一家洗车店 先后逮捕了5名外籍和本地毒贩 同样是充公超过15万令吉的毒品 这两宗毒品案将会在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的 贩毒条文下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